热点资讯 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枫 7月16日 美国政府发布所谓香港商业警告 并对7名中方人员实施制裁 为回击这一非法制裁 中方根据反外国制裁法 也对美国7个人员及实体进行制裁 制裁对象包括 罗斯 前美商务部长 卡罗林 巴塞洛辽 美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主席 乔纳森 斯蒂沃斯 国会议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前办公室主任 金杜云 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成员 亚当金 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在港授权代表 索菲 理查森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 及香港民主委员会 对此 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在23日说 美国不会被中方此举吓倒 这话从美国嘴里说出来 怎么都觉得有点怪怪的 一向横行无际的美国 什么时候也开始说不会被别人吓倒了 需要注意的是 这是中国首次动用反外国制裁法 这部法律开始发力 开始显现出他的威力了 这次制裁的对象中 有两个是前政府官员 前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CECC前办公室主任卡多林 这种制裁应该不是偶然 就是要通过打击前政府官员 来提醒美线政府员 要为自己留后路 与特朗普团队偏向保守主义的刻板印象不同 罗斯在中国的投资历史已经将近20年 这个有破产之王的华尔街老将 同时又是一名精明的中国投资者 就在10月中旬 他还访问中国 称中国的不良债权 国有企业去产能 破产重组领域有很多机会 但他同时也坚定地表示 尽管自己信奉自由市场 但相信美国的贸易协定应该重谈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本周报道称 有文件表明 罗斯于2017年2月28日 出任美国商务部长后 并没有及时成功退出所有公司业务职位 而按照美国政界的道德操守规定 罗斯在上任美国商务部部长后 他需要退出所有公司业务职位 外交政策指出 他们获得的中国企业文件显示 罗斯有关中国业务的潜在利益冲突 比外界已知的还要大 根据上述文件 直到2019年2月 罗斯才退出在华能谨顺罗斯 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职位 这一信息与中国官方备案企业征信机构 企查查和企信宝网站所显示的资料一致 这就意味着 在2018年开启的中美贸易战期间 罗斯也曾一度担任该中美合资公司的董事 外交政策介绍 这份罗斯提供的辞职信的标注日期 是2017年2月27日 配有机密的标识 收信人士 华能谨顺罗斯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 美国母公司 WL Rose & Co 然而 外交政策咨询中国企业法律专家后得知 向美国母公司的发出私人信件 并不等于退出中国子公司的董事职位 罗斯于2000年创办了自己的投资机构 WL Rose & Co 2006年被美国谨顺集团收购后 成为谨顺罗斯公司 罗斯在出任美国商务部长役之前 就因为与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引发争议 根据美国国际商会网站的介绍 美国知名投资人罗斯 开始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 霍克追溯到1997年 当时他投资的日本汽车零配件公司 Niko Electric和Ozizum Manufacturing 在广东设有工厂 2005年7月 时任国际纺组织集团董事长的罗斯 斥资1亿美元 在浙江嘉兴新建纺织厂 此后 将近20年的时间里 罗斯又在航运 煤炭 钢铁等领域 与中国有多方面的合作 2005年 罗斯通过旗下美国国际纺组织集团 在嘉兴的经济开发区 新建一个投资额近1亿美元的纺织厂 罗斯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华能谨顺罗斯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是他在中国最大的投资 这是他所在的锦顺罗斯有限公司 于2008年与华能集团 共同出资1.7亿元人民币组建的合资企业 其中华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与锦顺罗斯有限公司 分别拥有该公司50%的股权 按照公开信息 该公司专注于较清洁的传统能源 新能源 能源物流 智能电网能源储存 及其他相关领域的投资机会 而在宣布任命之前 罗斯也并未掩饰其对中国投资的热情 10月中旬 他刚刚访问过中国 中国有新的投资机会 钢铁电子等行业去产能 国有企业的股权置换 以及整合 这也是我在中国的原因 美国高官在卸任后 怎么利用中国这个大市场来捞取利益 第一个方式是演讲和代言 美国前政要下台之后涉华捞金 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是 来华参加商业性演讲和参序 如果是参加商业活动 一般出场费都相当高昂 第二个方式是经商获当顾问 比较理想的去向是到跨国公司任高管 能够获得丰厚的收益 但如果相关人员被中国拉入黑名单了 他们的商业前途就大打折扣了 因为任何跨国公司都无法忽视中国这个巨大市场 几乎都与中国有着大量联系 一旦他们使用了被中国拉黑的人员 意味着企业自身将遭到很多麻烦 在利益面前 是选择中国市场 还是选择一个过气前政府官员 答案不言自明 反过来 中国通过对相关美方人员的精准制裁 能够大打压缩他们的商业价值 大打压缩他们未来的职业空间 大打压缩他们的未来前景 甚至 有可能让他们在未来被边缘化 这并非自我吹嘘 看看特朗普政府官员在下台后的动向 大致能够明白一二 华盛顿邮报21日在报道中提到 特朗普虽然没被制裁 但他的生意已经大为缩水 前国务卿蓬佩奥 未能谋到跨国公司高管的肥差 蓬佩奥及其妻子之前 与科士集团关系非常密切 而且在蓬佩奥成为众议员之前 科士集团还给蓬佩奥的小公司 投资了9000万美元 到目前为止 科赫公司 杜邦 美联航空等大公司 都拒绝蓬佩奥入职 只是混进了哈德森基金会这种智库 如果蓬佩奥在企业工作 年薪会达到数千万美元 但是现在蓬佩奥从年薪千万美元 降到八万美元 因为自己在任时的错误言行 导致自己的收入遗落千丈 不知道蓬佩奥现在心里如何敢想 彭斯则加入的是另一个智库 传统基金会 前国安顾问奥布莱恩 前副国安顾问博明都 混到智库里去了 他此前曾担任美国律师事务所 Arand Fox LLP的执行合伙人七年 Arand Fox官网的中国业务一夜写道 我们为希望在美国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 或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提供咨询 我们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律师团队 能说流利的中文 普通话和粤语 对当地商业惯例了如指掌 阿扎在2012年到2017年 担任大型药企里来公司 美国分部总裁及药厂说客团体 生物技术创新组织董事会主席 制裁令或使他很难回归商界 克拉奇还曾是史上最年轻的通用汽车副总裁 制裁令一出 在中国有着诸多商业利益关系的通用汽车等公司 很难对他说出欢迎二字 据称 克拉夫特的丈夫 也在中国有一定的商业利益 经过美媒调查显示 他在成都、武汉和郑州设有贸易代表处 纳瓦罗 就是那个在对华贸易战上非常强硬的老顽固 如今也无所失事 号称白宫首席战略大使的班农 整天与红通及反华人员混在一起 以解决自己的财务问题 前面还被曝出有诈骗行为 特朗普时期的政府高官 如今很少有谋到跨国公司高管这种美差的 正如尚文所言 企业在面对利益时 是选择中国市场 还是选择一个过气前高官 答案非常明显 这便是反外国制裁法的威力之一 通过这种精准打击 通过这种前车之鉴 中国反制裁法会实时提醒美国相关人员 在做决定时 要多考虑一下自己的后路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